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开个商业会议 我是你们的董事长孙嘉凯 我是你们的总经理张安硕 你最近呢 下厨 你最近呢工作不错 然后呢 给你从你的那个总监升到了 那个经理 然后在那个初中方那个方面有什么感想 对然后呢 初中方面了 初中方面的感想就是 就是长大了 初中你的同学就是跟你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因为到初中了还是真正展现友情的时候 现在是初中生 张恩硕向小学生孙嘉凯传授经验的时候了 六年级最后一学习很重要 要不你初中初一就跟就跟不上了 就最近在学校呢 也没怎么出于户外活动 然后所以我 就还没有变黑 然后发现所有的歌音都变黑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我们上了六年级的以后呢 我们的数学课程一共有八节 然后我们的语文有七节 然后我们的英语有三节 上了六年级的话会 那个英语会就比较 就也不算吃力 反正就会比较 就不像五年级那样轻松 大家好 我是乐阳上年的张俊一 刘冠英 开始觉得生活呢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好玩 其实虽然说已经秋天了 但是夏天的余温还没有过去 依然外面还是挺热的 所以说 实际说就没人出去打球什么 踢球什么什么的 所以说暗夜来说 我们现在都是在暗夜活动 然后呢 什么去室内打打球什么的 嗯 学到生活 吐槽一下 就是食堂饭特别难吃 最难吃的一道菜 都最难吃的 是 喜欢 Hello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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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会聊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学校的 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 开学是一件好事 现在真心好上学的时间 学习可以开出你的思维跟大量 所以我们很爱学习 然后你们也要玩学习哦 加油 加油 因为学校只有一个嘴掌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 其他年级的过来给我们提 对 怎么说默契很好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感情的 对 然后呢 经过来了一个新初一 然后我们跟他们提真的很不适 然后呢 现在我就祝我的小学老师和初中老师 包括以后的大学老师 然后都节日快乐 教师节快乐 唯独忘了高中老师是吧 嗯 祝天下所有的教师都节日快乐 然后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 今天就是教师节了 祝各位老师们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首先好消息我们的电影破3.5亿啦 相处的主意 对 然后 嗯 嗯 今天是教师节 我在这里住所有教导哥的 教导哥我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然后在这里也祝万幸的老师和全天下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生命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芝術 优优独播口 Ward 没有